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尽力了 结果还是不如人 内心就像吃了辣椒 又如身上扎刺 会不自在好大一阵子 损人害己 嫉妒会产生巨大的驱动力 如果说有什么正面影响 那就是能激发一个人的赶超新 然而 在涉及巨大的利害竞争关系时 却撩拨了人性阴暗恶毒的一面 面对有限资源 在人人想占有的时候 踩踏他人的恶心就暗生出来 实际一道 甚至不惜伤害别人 《红楼梦》中的薛藩的妻子夏金贵 肚心焚烧 涉及陷害同样有姿色的香灵 欲铲除对手而后快 在《创世纪》中 亚当和夏娃的小儿子 受上帝喜爱的亚伯 就是被嫉妒他的哥哥该隐所打死的 多少代之后 受父亲宠爱的约瑟 也是被充满嫉妒的哥哥们谋害 旷野上 约瑟牧羊的哥哥们远远看见他来探望他们 就一同谋害他 最后 将年少的弟弟卖到埃及为奴 并向父亲谎称 约瑟以被野生动物所吃 嫉妒心众 伴随的必然是纷争与凶杀 另外一个例子是 以色列历史上 扫罗王对年少的大卫严重嫉妒 因为大卫杀死敌方巨人戈利亚 妇女们高唱道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听到这句话 扫罗的反应是 将万万归大卫 千千归我 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 一句话 把一位促心大发的君王 活灵活现地呈现了出来 有一种说法 嫉妒这类恶毒心理浓烈时 会刺激身体分泌有害物质 伤害的首先是自己 真言十四章三十节说到 嫉妒是谷中的朽烂 嫉妒害人不利己 三国演义中的周公金 面对更具才略的诸葛亮 感叹说 既生于何生亮 终被气死 圣经中 扫罗王追杀大卫 自己最终却落得个家破人亡 与外险的生气愤怒比 嫉妒心理完全可以汗而不漏 耶稣说 嫉妒是人里面发出来的污秽 这种东西不是别人传染给你的 是人的天性 不学就会 清洁环境 整理仪容能影响心情 却根出不了认得酸溜溜的心理 保罗在罗马书中论证人是罪人的一个证据 就是人满心是嫉妒 它可以掩饰在华丽的外表之下 被地位 学问 声誉 这些炫目的绝头遮住 但在厉害攸关的特别时刻 就连宗教信仰这张皮都可以死掉 露出嫉妒的猙獰面目 连罗马巡抚比拉多 都洞察出犹太宗教领袖 想定死主耶稣的嫉妒心 即便人真正信了主耶稣 也可能回耳不改 包括嫉妒在内的残余之恶 并不会马上清除 使徒保罗就曾严肃地责备过 早期哥林多教会内部的嫉妒纷争之事 也曾提醒过欧洲第一间教会 菲利比教会 有人连传福音都是出于嫉妒纷争 使徒雅各也说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 抵挡真理 人行为的目的动机 是出于基督之爱 还是出自攀比征镜之心 只有人自己心里知道 人里面的真实光景 靠自己无药可救 那么嫉妒心靠什么来治愈呢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在寻找辽芳时 遇到道士王一帖 王一帖称自己的膏药包治百病 却对嫉妒奈何不得 于是胡邹了一个辽肚汤 说一腹不行吃十腹 今年不行明年吃 百年后人一死就不嫉妒了 王一帖可真能忽悠 博人一笑而已 最后他承认连药膏都是假的 作者曹雪芹可谓洞察人性 把容 明 良辅 各色人等之间的勾心斗角 争风吃醋的心理 描绘得微妙微笑 治疗嫉妒 最终还是要靠上帝的爱来拯救 基督的爱就是辽度真方 因为从上帝而来的爱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如果不断靠上帝的圣灵 借着圣经话语的帮助 就如一直在服他爱的药剂 杜风就慢慢不起波澜 即或偶有火星 也能被浇灭 冰炭不能同盆 一个在信心里 真正被主耶稣基督的爱充满的人 心中嫉妒之苦毒 就会自然被溶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篇由困境社 为大家带来的 嫉妒之疗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愿上帝赐福给您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